我们技术人员是南非的同仁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同好们 很高兴在通中跟大家相见 我们这场是国际OEG 2021的年会 去年其实在台湾举行 虽然是在线上 今年也是在线上 但是今年是有法国主持 但是我们的台湾时间现在就是他们的早上八点 所以他们很早 但是我们这边是下午时间 所以我们台湾唯一的一场中文就用我们来主持了 我是万续田台北医学大学 我们今天有四场的演讲 所以我们待会是大概有两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 来让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根据我们的大会规则就是一个 一个报告是20分钟 那我们希望是留后面有30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讨论 或者是大家交换意见这样子 所以大家请大家待会要尽量控制时间 对 那这个根据我们的守折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超过20分钟 我就要想办法让你这个断掉这样 对 然后我就后面讨论的时候再继续这样子 好那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提早 但是不要延迟结束 就是请大家这个尽量控制好时间 好那我们的这个第一篇的这个报告呢 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曾建伟 那我们的一样我们的好朋友 对那曾建伟是现在是教发中心的 成员 好那待会他要讲的是这个 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辅导器 那我们就欢迎他 好 教你 Sense Professor Wang and the technical staff 好那谢谢 就是谢谢 就是万老师的一个邀请 那我就分享我的画面 太久没有用论 所以真的有点 有点陌生这个操作 那请问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ok好 好那我就投影我的全画面 ok这个title是 Private Be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utor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那我是曾建伟 那目前在清大学教学发展中心服务 那担任就是助理研究员 那好我大概就是把我的 Pointer 好那我会有分四个主题 第一个是就是 Interactive 就是互动的 KMAP的Recommend System 就是推荐系统 那第二个是Rending Ability Diagnosis System 那第三个是Rending 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Analysis System 那他就是有一些学习行为 那第四个话题就是我们主题 就是所谓的Recommend and Diagnosis System Comprehend with Straightbar 那我们是用就是台湾比较常用的主题 就是机充讯软件就是LINE 好那第一个title就是第一个part就是讲 这个Interactive KMAP 就是 Knowledge Map Recommend System 那他是基于Big Data 就是我们就是我跟这一篇作者的 第二作者就是华文副榜院长 跟他的博士班的学生 那今年也刚毕业 然后这是我们就是一起发表 我们一起听的一些技术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他有个叫做Initiative 就是互动的知识地图 那等一下也稍微介绍一下 所以他会有一些所谓的Cosmaterials 像我们的目可常见的Video 然后Quiz 那Extend这些等等 那这些都是跟 就是所谓的知识地图Nagymap 它的Nagymnodes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可以去做自动的Mapping它 那相关就是他的一些分析 我们都是SpaceR 就是AI的一个处理 好 那这个系统它主要有包含两块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有两个Module 一个是Diagnose 一个是Cosmaterials的部分 那Diagnose就是我们可以去判断 学生是否了解所谓的Nagymnodes 是知识节点的部分 那Cosmaterials就是把学习者来做一个分群 那之后的话他就是会发表这个 Infracture的我们的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系统和相关的两个Module的一个运算 那首先先介绍这个Nagymap Auto Generator 就是自动化知识地图的产生器 我们就是用这个自然远远方式 把我们的老师的这个Handhouse 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它就可以产生就是知识地图 那这个的话是拿到2017年的 就是Gradtran 那MOOC是一个Simposing的一个新讲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 就是倾到我们一个自建的MOOC平台 就是清华语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学生 他在选择上面可以看到他即时的 依照他颜色变化有即时的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那就是呈现知识节点 所以为什么他叫Intellative呢 就是说学生他看到这个知识地图 他可以去做那个就是知识节点的点击 他就会看到说哪个知识节点 他不会的影片跟练习体 这边可以去做一个呈现 再来第二部分就是Lenning Ability的 Diagnostic System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用的Model 就是看影片跟面积体的诊断的模型 那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就是Diagnostic System 就是DNN的深度学习网 神经网络的五层的一个Model 那这些是我们相关的特征 就是他看了就是多少影片 多少包含知识节点的影片 那他的相关的能力 就是我们称为所谓的Beating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他真实的观看时间 这些等等 那我们可以去Predicta的难度 然后他到底总共看了多少的影片 跟他的完成率这些 还有暂停啊 那平均这些等等 所以这个都可以就是做 这都是我们的相关味道 Media Diagnosis Model的这些特征 那另外的话 练习体的话 一样也是用DN5层的这个Model 那他的特征就是有看 就是像第一点是 这个练习体的这个形态 它是单选啊 多选啊 或者是前控这些等等 那他完成了 就是答对的这个percentage 他的完成率 那他花了在多少时间 就是在他答对这个题目 他到底花多少时间 那这些等等 那等一下就是下一页的话 就是更介绍 就是说我们在所谓的 练习体的部分 其实有就是针对几个 不好意思 我这边把我的影像先缩小 往我摆到下面 就是我们会有六个 所谓的他的一个状况 他的 process 然后呢 像第一个话是说 学生他在回答对 就是这个练习 这个题目之前 他到底做答了几次 然后跟他到底做错了几次 那最终判断他是答对或答错 所以像他这个是一进来 他就答对 所以我们就是把他标注成correct 那如果他进来两次呢 然后他答对一次 我们就是在他的所谓的历程 就是W就是bills 那C就是choose 就是像第二个人的做答历程 就是WC 那第三个就是大于2的话 就是有可能是他超过 做答超过两次 那最后他才答对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历程标注为 W就是WC 那当然他有可能是三个W 或者是四个W 最后他才答对 那第五个是 其实就是说他可能 因为在这个平台 他可能没有收集到 他的相关的做答行为 但是他最后是答对的 也可能有这种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把他标注成 他是No,No跟C 那第五个是就是 他进来就是答对 可能就是做了很多次 然后他但是他最后 还是没有完成做答 所以就是会有把他标注成 W,No跟W这样的状况 那最后一个情形是 他都有进来 但是就是 就是最后的作答他是没有这个纪录的 所以全部都是那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因此呢 我们在Diagnosis Score 就会有两个分数 那外圈的部分 我们就是影片的这个分数 那内圈的部分 就是exercise的分数 所以total两个加总 会有一个权重值 我们就是会得到他最终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Score 那这个味道就是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模特 我们去做训练之后就可以看到 特别同学进来看 这个所谓的分析系统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技术 可能大家也很了解 就是我们用所谓是 所谓的学习热点 就是Learning Past Fox 这样子的观点 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个学生 他在像这个同学 他就是在一个礼拜一到七天 他是集中在 就是Friday的这个晚上 像这个六点 开始到这个八点 是他学习的一个热点 所以就是说我们 就是去计算这个部分 就是为了后续的这个 推键系统的一个推波 去设定所谓的Rules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某个学生 他在第一周 第二周 然后到前三周到前四周 像他真的学习的时间 就是很集中 原色越深 就是表示他学习时间 是越长的 就是集中在四跟五的 这个晚上的区间 那因此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 Learning Activity System 一样我们就会去定义 所谓他的 就是他相关的行为 然后相关的一个特征值 那这个就是 主要就是我们 这个这边的话 就是比较以观看影片 那去看他的所谓的一些action 就是包含他的 就是播放暂停啊 快转啊 回看然后改变播放数据等等 然后去记录他的 开始跟结束时间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 就是里面都是迁在应付上面 所以相关的倍率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追踪 那他一样就是 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的会有两个 所谓的一个module 然后他会去 我们可以去做 他scope的predict 跟他的grade的predict 所以呢这是说我们之后 就是在他的这个 依据他的activity 然后去看他的scope 跟他的这个grade的 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去计算 他在高分组中分组 或底分组 他的一个平均角度误差 那可以看到就是在高分组的 平均角度误差 其实是真的是稍微较低一点的 那如果说我们把他 就是用分数的方式 就是用类似下grade的方式去做排序呢 就是他的一个accuracy 可以到0.65 那如果说是加后 这个是加入所谓的前一层 跟后一层 他的一个pretty的话 可以到大概0.81 这样子的一个凭确度 所以呢 刚刚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learning 就是所谓的activity的部分 我们也会有一个 就是跟所谓的学习行为 比较相关就是周次 就是完成率的这个部分 包含每周 然后跟学习天数 跟所谓的一个gap 就是间隔的这个部分的 相关的prs 跟他的一个时间 跟他的一个完成率 那这是跟所谓的学习行为 比较相关 观看影片 比较行为相关的 影片观看的一个雷达图 那再第四个就是所谓的recommend system 那recommend system的话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去做 跟lightboss去做一个结合 就是说 像刚刚的这个互动 其实我们都是 透过学生他要主动上去平台 然后要点击 那相关的不管是知识地图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 推荐给他的这些素材等等 但是就是因为 其实学生在那个选择 其实没有那么 就是他不一定会去点 所以我们就是用 traybar这样的方式就是 主动的去推荐 学生他的学习状况 跟他的相关的学习素材 所以像今年的话 我们的就是 就是清华语的这个 traybar 就是大概有近5000人的一个保定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付费用的 就是因为毕竟 我们不是自己开发自己的这个APP 所以就是结合LINE 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真的主动推给学生的话 我们这学期 就是5到8月的课程的话 就是用Python的影片跟 Python这种课程的影片 那让学生他去看到他的整体学习 指示地图他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呈现 所以就会推荐给他学籍地图里面 他应该看的这个影片 那右边这张图就是他的整段的这个 就是状况 所以就是我们一样就是 就是会推给他这个所谓的他的相关的 知识地图之外 就是会给他一个刚刚的所谓的这个 Bagonal Sys的一个scope 然后一样会推给他所谓的一个批压值 所以同学他就是我们也会记录说 他在LINE上面的就是看或点击这些的一个部分 跟他在LINE上面其实可以直接引导 然后观看影片 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特征值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一个这个会有一个cycle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维权 就是反馈给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 今年刚结束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的话就是大概也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一个performance的话 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比较 其实我们今年属性就有两门课 就是微积分 Pockibus跟Python这门课 那其实这很难去做一个准时间的研究 就是因为去年的学生 就是去年的准大一新生跟今年准大一新生 其实是不同逼人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数量就是学生的人数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只有比较就是所谓的线上测验这个通过率 你可以发现去年的微积分其实他整体的pass rate只有6% 那今年可提升到17% 那Python这个课程的人数还下降 但是就是这个课程的完整的 就是线上的这个两次的一个测验 他最终的pass rate 则是大幅提升的 好 那OK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刚那个部分其实的这个TrayBot 都是主动推播这个相关的进度素材分数这些给学生 那其实他不是一个真实的混打机器人 那我们现在也在开发所谓就是透过GoogleBot 那它是一个就是NLP就是Megational Language Process这样子一个技术 然后来去做就是我们想要就是真实的去做一些真实的回答 回复的聊天机器人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开发 但是Bot的话其实它近一两年真的有很大很显著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进步 虽然说MOOC它的一个domain就是学生问的问题有可能是五花八门 所以我们就是BGR是要去聚焦说学生可能会回答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去定义这样子类似像角色处DXGT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部分 把他可能相关的这些回应可能就是的模型把它建立出来 那总结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叫AI2的一个服务 那AI2的这个服务其实就是based on learning big data 然后它是有相关的像雷达图啊文字语或关键字语等等 那不好意思这个这个这个部分没上吊 所以他一样就是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相关的dive notes 然后然后他的一些学习行为的这些分析 然后我们就是会结合chapbox的一个推荐 主动推荐相关学生的学习状态给他 那这部分就是帮助师生他有更好的学习的一个互动 然后这之后的话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beta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建立所谓的人才资料库 那不是说他学习完拿到一个分数就算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真实的一个学习滚机 好那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知情 我自己的科技部的个人研究专业计计划 所以这是近年去年跟今年都是有拿到 相关的研究主题也是跟MOOC比较相关 就是所谓的今年的话就是跟这个 sevregulated learning就是自我调解 就是sev的话比较相关 那以上就是我很快的一个报告 好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对不起我刚刚忘了开麦克风 感谢这个我适合讲解 那线上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的 你们可以随时听到 其实就可以在聊天室随时打问题 这样子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就是我这边就可以帮你们 念出来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这样子 对这样大家可以一边听 就我们不会打断演讲者 但是也也可以这样 就顺便大家可以累积一下内容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自己听完 还蛮多疑问想要问的 那个线上有没有人想要询问 我先问一下那个 结尾你刚刚有讲到score跟crank 你是它是什么 你的计分方式不一样 就是刚刚我听外幕这边好像又变可打压 那个声音又有点有点跳 我又烂掉了吗 我不晓得 就是我们这边的主控的console 听到是怎么样 但是我这边好像又变可打压了 没关系就是 我还是很快的 大概share一下 画面 新的分享 就是我们的 有看到画面吗 它的分数其实有两个 就是说观看影片的话 因为MOOC 就是白 sorry 有画面吗 没有 我没有看到很多画面 有画面 一个画面还是在3个4 然后有现在回来了 现在回来了 OK 可以 就是说它有两个scope 一个就是看影片 因为MOOC来讲 70% 学生的行为都是观看影片 然后但是 我们当然还是有去一些研究网 我们有去访谈这个学生 他们觉得有的学生反的 他是认为exercise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部分我们其实就是 有去调一个群众 不是说这个所谓的video的 这个scope跟exercise的scope 就是各占50% 其实我们有去调 就是因为这也是 这也是之后反馈给系统的一个课程 就是说 因为其实不一样课程 有其实有不一样的model 所以像刚刚 我们为什么就是说 在真的实验的部分 就是会拉到两年 其实去年我们是在建模 去年我们就是依照 这些学生的学习行为 我们去建模 那不同课程有不一样的模型 所以就是说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们是用微基分 微基分的模 然后我们去套用微基分的诊断 Python有Python的模 我们再去套用Python的诊断 然后它的分数的 当然刚刚的这个位置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曉得能够回答到万户的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两个score 是这个原因 OK 因为我刚刚 其实你后面有一张 我现在声音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没有 好吧 OK 我把它换一下 还是听得出来 可能要万户声音要 耳麦要稍微靠近一点 应该是它跳错了 好了好了 OK了 对啊 应该是它跳错了 它那个有时候 我电脑的设备太多了 所以它会乱跳 好 那个没关系 那我们 我们接下来就先 大家如果可以再反复想一想 有人刚刚有 有有有有老师 他想问一下说 切把的这个推波的学习状况是给学生 那学生有有否反馈 那有没有迹象可以看出 然后提醒这个学生改变行为 你应该 我刚刚看到是你有 有 我有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 那 我 就是说 这部分的反馈 其实我们 也可以在赖上面做行为的追踪 就是说 其实在除了在平台之外 Line上面他去点影片 点击你的这个练习 这个我们都是追踪的道德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计算的 计算的叫做Heroe 就是说我在 我打在学霸的 我打在Line上面的这个部分 的这个连结 他们就点 然后相关的这个 这个部分我们就叫所谓的Heroe 就是我们也有去看 就是 当然就是 因为他的Heroe 你一开始就是说 我们这个课可能一千人 然后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绑定 就是我们会鼓励学人 尽量去绑定 大概有一半的人绑定 所以因为MOOC是随着时间加入 然后它是一个时间性的 这个开课 所以就是 你推的部分 就是 就是 他还有一个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你 因为我们照进度 有可能现在是第二周 我会推荐第二周的 的 指示节点 跟指示例如 但是你第一周加进来 我们是 因为他的每个人的进度 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 我们就会 那个当下的学习者 我就会推荐你来第一周的内容 所以这个 推荐东西其实不一样 然后他相关的推荐 也是所谓的 这个 就是 适性的 就 adaptive 的 它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状况 那就不晓得 刚刚的老师的问题 我们回答到 我们之后可以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还蛮好奇 你到底每天要推荐多少讯息 呃 推荐多少讯息 刚刚看到那个量啊 其实 呃 在 那来讲的话 这边是不是有两万五千者 那个 那个是会爆掉的 我们这边是有挡到 很缩小的 就是这个有两万五千者 就是每个月其实都会爆掉的 那你又要再加购 那 所以 这是 呃 这个是烧钱的 但是就是说 然后还还可以接受办法 因为 我自己 因为这个计划的钱 那个 我们说一声话是没办法吃的 我都是用自己科技部的钱 去吃饮的 好 好 那谢谢 谢谢 呃 这博士的分享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先进行下一个阶段 那待会我们讨论区 呃 就是 呃 可以进行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一起进行 这样子 诶 我声音有没有回来 OK 好 那我们第二篇的话 是呃 北一要分享这个 我们模克师的呃 翻转教育学习分析的部分 那这个 我们会请 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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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请问有看到我的简报吗 有 好的 谢谢 呃 各位 伙伴们 大家午安 我是北一的雅娟 那接下来会由我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呃 呃 模克师翻转教学的一个学习分析 那它是以我们学校自己的 课程为例 OK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主要是会稍微介绍一下 模克师跟翻转的一个缘起 那再来就是关于呃 我们的一个模克师的应用 在我们学校的翻转教室的一个执行成果的部分 会稍微提到一下 以及我们这一次的研究动机跟它的目标 和我们分析的方法 还有结果跟最后结论 以及我们未来应该如何去做这个实施策略的一个呃 进行 好的 那其实在美国开呃 1999年美国开始做OCW之后就在全球掀起了呃 开放课程的一个风潮 那呃 北一也在呃 2012也就是103年度就加入这个模克师课程的一个开发跟制作 那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也一直呃 鼓励老师能够将这些已经完成的教材去应用到他校内的课程中 进行翻转的教学 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已经有累积了一些资料这样子 学习历程的部分 ok 那其实我我们自己在制作模克师的过程中 也有呃 也有一些呃 历史性的变革 就是连我们的logo都已经换过一版 这是我们2017年设计的一个目前的新的logo 好 那在过去我们呃 北一模克师应用在翻转教室的执行成果面呢 我们是从103学年度开始 因为102年是第一年嘛 103学年度开始才有第一次的一个翻转教室的记录 那从103到109学年也是刚结束的呃 109学 九二学期呢 我们整个模克师的使用的数量跟呃 远距翻转开课的班级的数量的比例大概是这样 那在我们学校的每一个学院里面开课的呃 倍率大概都是一到四倍 也就是说他制作一门课使用可能是两个班级以上这样 那其中也有学院非常特别就是他做了呃他的使用倍率是高达13倍的就是他可能只做了少少的课程 但是他就用这个少少的课程然后一直持续开课有在使用这一门课程这样 所以他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那呃目前我们累计在呃这个年度里面呢 我们的模克师课程的使用数量总共是61门的模克师课程 那我们使用了这61门在学校的175个班级里面哦 好 那呃我们这一次的研究范围是锁定在我们104到107学年度哦 因为呃我们的平台其实在后来有做翻新 所以我们是以就是累积比较多学习历程的这个平台来进行研究 那当时呢我们的模克师课程数量是51门 就是有使用在翻转教师的课程数 那呃翻转的班级总共是91个班级 那我们的资料其实都是储存在我们的学习平台my2tmu上面 那我们是运用这个平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 那呃希望可以研究是不同的教学方式或者是学生的学习行为 是不是会造成呃学习或是教学表现上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呃透过我们累积了很多年的这个影片的数据 然后结合其他我们校务研究资料库的一个资料呢 来做呃关联的分析 去了解就是我们在使用影片做翻转教学的这个实施方式 是否会有实施前与实施后的一个差异 那也借此可以去成立我们的数位教学的分析模型 让他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之后类似教学法的一个评估之用 好 那我们想要问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是想要知道就是在教师教学评量的表现上 跟他的课程进行方式 那我们课程进行方式这一次是分为做呃翻转教学 以及非翻转教学的一个课程实施的一个关联系 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呃翻转教学的课程当中 呃同学观看影片的次数 和他的成绩表现的一个关联性 那第三个问题是呃学生的成绩表现 跟我们实际上进行课程的一个方式的关联性 好 OK 呃那我们的资料来源就是 来自于我刚才提到的数位学习平台的一个学习历程资料 分别是104到107学年度 以及我们自己统计呃我们的模课师应用在校内翻转教师的一个班级的资料的部分 那最后是我们在校务系统中的教师教学评量的一个呃成果表现的一个资料的部分 OK 好 那我们一开始先将这个各自不同的题目的资料做一个筛选 那第一个题目是关于教师教学评量跟他的课程进行方式的关联 那我们筛选之后呃老师的人数原本是22个人 后来使用这个线性混合模型分析进行筛选之后呃调整的教师呃就是范围内的教师人数是12个人 那调整的原因是移除掉一些原本就是没有教学评量成绩的课程教师 还有删除掉一位就是分数差异比较大的老师 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平均的来看这个呃后面的表现 那课堂的数量是如下表的部分调整后是呃非翻转课程是141门 然后翻转课程是29门 OK 那除了这个呃刚才筛选的老师资料之外 我们也研究了一下关于就是教学评量的题目设计的部分 那这个题目是以我们演讲型的课程来做呃这个资料的筛选 那呃主要是分为三个面向分别是教学内容 以及他的教学方法跟教学态度这三个面向来进行分析 那在第二个问题里面就是翻转课程中 同学观看影片的次数跟他的成绩表现的观点性的部分 我们是抓取了就是104到107学年度的呃学生成绩的部分 那人数的部分是在右下角总共是3900多笔的资料 OK 那呃方法跟结果的部分呢 就是呃在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教学评量与课程进行方式 也就是他是不是实施翻转课程的这个这个观点性 那在我们用线性混合分析之后的12个老师所进行的课程方式 评量分数平均就是像呃右表这样子显示 那在平均分数上其实呃批值都是大于0.01的 也就是没有所谓显著差异的 也就是说呃他的表现跟他实施的方式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教学内容变相的一个图表 那其实就是刚才的表格做图表的一个分析 那他主要的平均分数就是呃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教学方法的部分也是没有所谓显著差异的情形 那教学态度的部分也是 OK 那在第二个呃题目的部分呢 我们的分析方法结果是使用皮尔森相关的一个分析方法 那去分析说就是在翻转课程中同学观看一遍的次数 跟他的成绩表现是不是有关系 那分析的结果是下面表的地方 那呃批值都是一样是没有显著 也就是说呃以全部的学生成绩和观看次数去看的话 呃他的次数观看次数跟他的成绩表现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呃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成绩表现分成两群做分群比较哦 那比较的统计如下表六也就是我们把同学分成成绩在80分以上包含80分 以及成绩在80分以下呃的学生人数跟他的成绩来做一个分析 好那我们再次用同样的皮尔森相关分析法分析之后呢 结果发现就是呃结果是如下表就是大于80分以上包含呃80分的同学观看的影片次数和成绩表现的部分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就是P值不是大于0.01呃P值是大于0.01不好意思 那呃也就是说在这个高成就的学生里面他就算看多少次的呃他的看影片次数跟他的成绩表现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我发现一件有趣的是就是在呃低于80分以下的学生观看竟然是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差异哦 就是呃P值是小于0.0001呃也就是说同学呃成绩比较差的同学呢他看影片次数比较多的话他的成绩就会比较好这样 ok好的那我们也呃应用刚才的资料来进行第三次的一个问呃第三个问题的一个分析也就是学生成绩跟这个课程进行方式也就是是不是做翻转教学来做一个关联性的分析 那我们将同一个老师他所有的翻转课程跟非翻转课程的成绩就是包含大学部以及研究所去进行互相的比较那我们的方法一样是使用线性和模型那比较的数量是表9就是他的资料的部分 那呃他的平均成绩的分布就是呃平均的部分是表示这样 ok那其实呃在这个分析里面 翻转课程的呃成绩表现是比非翻转课程还要少低的而且是显搭显著差异 ok那在第三个题目的部分后来我们又将呃同一个老师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进行资料筛选 我们才可以做比较哦那去比较说同一门课程他是不是实施翻转教学后呃学生成绩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的总数就是如表11的部分就是呃是21门的非翻转课程跟21呃21人的部分 就是教师人数是21人然后翻转的课程也是21人的部分那在表12的部分呢其实他也是有大就所谓显著的差异啊而且反而是就是翻转课程的学生成绩是高于非翻转课程的学生成绩的 ok所以呃在图表的呈现的部分就是不同课程进行方式的学生的比较就是同一个老师授课的同一门课程里面就是他用翻转 用呃不是用翻转的这个呃方式进行其实用翻转课程的成绩反而是比较高的 ok所以在我们结论的部分呢就是 而且就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这个模课时就是一直持续在鼓励老师继续进行翻转教学这件事情 那我们透过这个研究去归类出不同的实施方式 还有教学评价分数成绩表现 跟他的课程教材观看次数的这些资料 用两种分析方式也就是我们的线性混合模型跟皮尔森相关 来做这个呃分析那去实际的观察说我们 是不是实施翻转课程对于老师的教学跟学生学习两个面向有什么影响 好那在教学的部分就是为了要探讨就是是不是使用翻转教学对于教学评量有没有影响 我们就是使用线性分析来进行 那第一次是要筛选之后其实发现呃有一些老师是没有评量分数的 那还有其中一位可能是因为差异值太大所以我们把它排除了 那再来就是呃翻转教学跟呃教学评量分数相对呃 呃就是表现相对较差就是翻转课程的教学评量分数啦 那其中这个教学方法的教师能够鼓励学生应用 呃学术资源及参考资料的这一个题目达到显著差异 但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本身跟翻转教学法的这个设计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问卷的答题分析可能对于呃我们问的这个问题 并不是用在就是呃翻转教学这件事情上面 ok好那所以呃其他呃其他人有就是明显偏低的P值的这些项目 我们是未来可以持续探讨是不是适用在就是呃教学评量中的这个题目的这个部分 好那学生呃的学习行为跟成绩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研究学生的学生的学习行为去判断 他观看影片的次数是否会去影响到他的成绩 也就是像刚才最后说的就是比较低成就的学生族群呢 他观看影片的次数越多对他的成绩呃来说会是更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持续鼓励进行这个呃就是希望同学可以继续观看影片 让他多看几次就可以分数较高 但是对于高表现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可能他本来就有他的学习的方法 有比较呃不会去影响到他不管看多次或看少次这样子 ok好那在呃学习的课程进行方式以及成绩的部分呢 就是最后是其实有说明到就是翻转课程是确实有提高学生平均分数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鼓励老师继续用这个模式来进行 好那呃最后一个呃未来的一个指标的部分 ok那在这次研究范围里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持续进行教师赔力 也就是在教学评量表现上的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也因为这是疫情的关系对于数位学习其实带来一个爆发性的影响 说不定呃在我们过往的数据上和现在的数据在做比较的话 或许会有不同的一个差呃显著差异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我们后续可以再继续进行探讨的 那呃再来第二个结论就是呃看影片的次数对低成就的学生群 应该是有实质上的影响 我们可以再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那第三个部分是转转的教学其实是有助于成绩表现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会再持续的进行推广 那最后就是根据这一次的研究成果可以建立我们在数据学习平台上面 就是关于影片学习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分析模型 可以运用在呃未来运用在类似教学的一个研究去参考使用 以上是我的分享哇我稍微讲了有一点久不好意思 哦OK感谢王组长 哎我声音回来了吗 好呃那个聊天室有这个有有老师有询问问题这样子 对那那个哦我想第一个第一个是那个八十分以上以下的两群这个观看影片的次数有没有显著差异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呃影片的长短认真看了多少 然后拖拉的部分呃那个呃研究的行为这个事情好那那我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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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时间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件事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篇的讲者 那第三篇讲者的话是我们这个 TCC我们的前理事长 李大为李老师 因为他过去在我们这个联盟里面 推动这个OpenTestbook 花了很多力气 那所以他这一次 他的演讲题目是 台湾高等教育 老师与学生使用开放式教科书的经验 那我们请李老师来分享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万老师 那我先看一下声音是OK的吗 OK 好 那我开始来放这个 那影片应该如果有问题的话 麻烦万老师提醒我一下 好 那我就先报告一下联盟这三年来 推动的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推广 以英文式的OpenTestbook 那我们做了一些成果的整个整理 就我们今天来报告台湾高等教育老师与学生使用开放式教科书的经验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三年计划里面 其实最重要就是两个目的 请他们分享一下他们使用的一些经验 好这计划内容第一份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书评至少要达1000个字以上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那我们还希望呢这些老师呢写书评的时候根据一些重要的指标 他帮我们平等还有评语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上课上面使用 我们不要求呢 所有的课程都用OpenTestbook 但至少要50%以上 那最好能够排成OCW分享给大家 那等老师用完这本这个OpenTestbook我们需要呢 老师使用的经验分享 还有他使用的动机 那通常我们会到班上询问同学的 就发一些问卷 请同学呢告诉我们他们使用的经验的分享 所以今天我就是以这个为主 就是老师使用OpenTestbook的动机 还有他的使用的心得 再来就是学生我们做了一些统计分析 那分享给大家看看在我们台湾里面 使用OpenTestbook最后的经验 那我在做OpenTestbook的推广说明呢 大概总共17场 那这17场呢走遍了我们的会员的学校 那我们把所有收集的书评呢 放在我们网站上面 那QR Code就是你可以现在拍一个照 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那上面有一个OpenTestbook 这个红色框框的地方 里面收集了总共42篇书评 那这书评呢最多还是以就是理学 理学院为主数理化 那再来是外语管理 那比较缺乏的都是工程和医药生命科学 医药生命科学比较缺乏是因为他的图片取得不易 那工程的话那基本上他的书也很少 那我们就来开始来探讨说老师为什么会采用教科书 他的动机在哪里 那我把我们的结果跟一篇文献来做比较 这个是2017年的文献啊 他是General of Compu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他主要呢是在叙述说 在美国加州总共很多个学校里面 愿意参加这个调查的有51位老师 那51位老师里面呢他认为啊就是询问他们的动机 为什么采用OpenTestbook 51位里面有41位他认为降低学生的负担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这这当然这个内容是最第二个重要问题 那还有一些有趣的就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些课本的拿来做修改 或是模组化重新利用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使用的方便性 很多老师认为说第一天上课 学生就应该有课本可以使用 那如果今天是数位型的话 当然是最好直接手机平板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们看看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好那在台湾里基本上总共我们只有11门课 因为使用教科书的人我们还在推广当中 那现阶段我们收集到的是11位老师 他使用这个教科书的一些动机 还有他的心得 那其中包括四篇是外语系的 一篇是深科一篇是资讯 还有四篇是管理学院 还有一个是医药 好那我先谈这一位老师他两门课 会计二和中级会计一使用这本教科书 那这两门课其实是紧接在一起的 所以一个是初阶课程一个是比较进阶课程 这位老师他认为说他采用这个动机呢 第一个就是其实也是解决学生买书的一个承动负担 他认为说这个教科书尤其是这种比较基础课程教科书呢 其实内容都差不多 所以选择一个比较方便 然后而且免费的教科书对学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同时他强调一点就是这因为这个教科书呢 从初级到中级都都在这个网络上面 所以我在教进阶的课程的时候呢 学生可以很方便进入到初级 然后去查询这些资料 所以他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不错的 所以在不管是在节省费用 或者说在内容上面 其实学生都很容易查询一些资料 第二个这是策略管理的课程 这策略管理课程呢 他的设计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因为想要希望学生鼓励 鼓励学生去读外文课本 所以他就采用这个课本 那也希望说因为这是数位型课程 所以他可以借用不管是Google Translation 或是一些电子字典可以去查询 原来的他的教学方法的设计 其实就希望学生借由网络的方便 让学生能够很快速的进入到读外文书籍 就事与愿违 所以在这方面他最后发现了学生 最后还是没有主动下载这些免费 很多学生没有下载这个免费交电子书 但是他的动机本来就是希望利用科技辅助这些学生 所以他的动机跟刚才我们说的 一定要节省学生的买书的钱就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我再分享另外一个 这是教西班牙文法的老师 他认为这本教科书非常好 因为在台湾很少买到西班牙文法教科书又是有英语 就双语那所以这双语呢可以让学生了解说英语的文法 跟西班牙文法直接的差异相似性 那最重要是方便性 然后还有收藏性 还有免费 但是他对这本教科书有点抱怨就是因为这本教科书 可能一开始编板是以桌面型电脑为主 所以他放在手机或平板上面就基本上他排版就出一些问题 好那我再分享另外一个 这是高等生化课程 他这是用在研究所 所以 说所谓的open textbook其他内容有些是很深的 那这研究所呢他用的时候他是用模组化 他在深化所里面就用的 那这本教科书他觉得有好处的地方 因为是电子教科书 他很多的超连结可以直接连到YouTube里面看影片 所以这样子的话 对于学生在找咨询一些额外的 资料的时候其实是很方便 所以电子教科书有一些很好的功能 尤其在科技上面 那比较糟糕的是说 因为这一本教科书的图片不够完整 所以他会说 其实在传统教科书 也就是所谓的 就是商业化的教科书 他的图形会比较好 那我刚才讲过就是医药 或者是深科的系统里面的教科书 他其实对图片的讲究是非常深的 那这本教科书 使用这本教科书的老师 他居然用另外方式去思考 就是说其实呢 因为这是研究所课程 图形不够完整没有关系 让学生自己再去追寻 在网络上面追寻 或者是直接去探讨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方面 他的使用课本的动机就是 电子教科书可以模组化 那而且他可以直接连到其他的 YouTube网站 那这是传统 职本教科书所没有的 最后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护理系的老师使用的 他是用综合实作 那用的是Healthcare Study 所以呢 他的动机很有趣 因为呢你用了在课堂上面 需要用这些电子教科书 所以你在滑手机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看这些教科书 所以减少滑手机的机会 那这本教科书其实还蛮不错的 在一些他所需要的内容里面 都可以符合 比较弱的一点就是最下面一函 就是部分 尤其是部分跨文化的理解比较弱 这也是我待会我要讲的 就是有些教科书呢 其实他是可以在重修改 可以重制 那在这些对跟文化有关系的内容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修正 可以去做真定 好 那我大概分享这五个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学生 他们在用OpenTestBook的看法 基本上在加州这个部分呢 学生最重视还是他的负担 所以3%这边是40个学生 然后再来就内容和方便性 那我们联盟做一些问卷 就是想说这些OpenTestBook 到底对于他们的学习效益 是不是有增加 那389位学生 每个学生都认为就平均起来 是非常显著就是认为对于学习效益 有非常大的帮助 满意度也很好 那比较糟糕的是在学习压力上面 有一个比较让大家觉得课程上面有压力 就是B12这个问题 认为线上教课书呢 学习会让我有一些课程压力 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年龄层 那年龄层呢比较认为压力比较大的 就是从高中新修班到一二年级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学生呢 其实在高中国中的时候 他们还是习惯使用纸本的 那他们开始使用电子教课书的时候呢 有一些不习惯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深就看他们所填的问卷 第一个就是缺点就是在389位里面 有四个位呢 他填写是习惯用纸本 所以他不喜欢用电子教课书 第二个就是他觉得插图不够精美 那当然下面还有几个意见呢 是英文太难有中文更好 再怎么讲大概都不超过十个 但对于列于他优点来看的话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他们认为呢 这些教科书最重要就很方便 并不是免费是最重要 所以在389位里面有56位 认为这个是非常方便 因为我不用再带很重很重的一本教科书了 而且不用花钱 当然这方便跟免费在一起 那当然免费上面呢 他的这个免费上面 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只有20位 然后再还有一些是环保的意识 就是减少纸张的浪费 那当然还有这下面黑色部分 当然就一两个 但是他就真的符合刚才策略管理的 老师的设计的他的目标 就是你可以直接翻译 可以迅速找到你要知识 你可以旁征博引 所以有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在open textbook 通常他是在一个library 一个收集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通常可以看到同样的教科书有不同的写法 所以最后可以学到不同作者的知识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学生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是台湾学生跟美国加州的学生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我把这些整理在一起 那最后做一些建议 这建议其实也是那篇paper 里面几个老师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修改信有的教科书 或利用信有教科书编写新的教科书 那另外一个就是编写这些有教科书的附属教材 包括图片还有作业还有小考 那再来是编写全新的教科书 这是我们联盟以后呢 那就接下来新的计划会朝向这个方面 那我自己在这个平台上面 其实很快它是组合式的 那我组了一本就化学二 那其实组得很快 我大概就半天就把这几个模组都放在一起 所以大家对于重组模组化 那把重组的课本呢 我欢迎大家到Library Text 如果要重新写一个教科书呢 可以到Press Books 那Press Books有免费的账号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好那我今天大概就都报告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太短 那我看看在聊天室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 对我觉得最后面这个 这个可以自己组一个化学二的这个Test Book 挺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都这个模组化的教科书 这个应该是可以 大家可以再好好研究研究玩一玩的事情 对那我看 呃线上有老师有问那个写书评的方式 很有创意 那是否考虑采用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评论的部分 然后让同材可以再分享 当然当然 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部分 我觉得联盟这边好像 我们没有一个网站在呈现这件事 就是呈现这Facebook的讨论 好建议耶 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始来 成立一个类似Facebook 或者是说其他的 没错 对就是大家同才推荐的这个 这个group好像 对我觉得在过去就有点支离破碎的 的资讯还没有说很完整 大家可以很容易 这大家都是自己在搜寻 但是没有那个互相协助的机制 对我其实可以成立一个社团 那大家可以没事来看一下 嗯 或者是说在联盟网站上面 就直接成立一个专门讨论区 对有点类似像这样 可以大家非同步的讨论 然后留一些大家各自觉得有经验分享的事情 然后可以累积经验 我觉得蛮不错的 是啊 感谢老师的建议 对那我们时间转过的刚刚好 对那我们就接下来进行 没关系我们待会老师 对待会那个这个 呃我们可以再继续后面 还会有一个讨论时间 大家可以继续再讨论相关的议题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篇的这个呃报告 那这个是我们的呃台北台北联合大学系统 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过去几年呃一起合作模课师 那我们就有一些供购课程 那我们就是这次呃就是要分享这个呃这个大家这个供购的过程 哦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各自在学校里面怎么去推动 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发展跨校模课师扩大开放教育影响力 台北联合大学系统经验 好那我们请这个报告者 那我们这一组的报告者比较多位吼 那就请大家轮流啰 嗯 来交给你们了 喂喂喂有看到我的画面跟声音听到我声音吗 有 有那那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同意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海洋大学在台北联合大学的一些经验 跟心得 那 先 那我还记得就是当初第一次就是合作的时候 其实是海洋大学跟北一一起合作的 老师总共有八名老师一起来安排这门课程 大概有 大概有 就是有有329人选客 然后通过人数是53 那就目前就是前几天去询问 以往平就是人数平均是不是 选客人数大概是186人通过率有12% 其实就这样子来看其实好像是相当不错的 也就是在默默开启就是四个学校一起合作的部分 增加了蛮多的经验值 那会议中我们也会教了一些就是学校的做法 跟就是内容方式部分 哦好紧张哦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在 108学年度的时候后来开始制作了就是 找了海洋的特色课程21世界的藻类 这部分就是回馈到我们学校的能量 我们也因为这样就是前面的一些合作的制作 然后在这门课程有获得教育部的肯定 得到了那个摩克斯的推动计划的补助 这门课 数据就非常的 高 选客人数有达到1000多人 然后通过率也 有23%左右 那其实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其实 那时候 因为 就是 线上课程的关系 其实有很多老师一起来选 那有一些偏向的中小学老师 例如说有 金门的金湖国小 澎湖他们都有的都有打电话来 跟我们回馈一些他们在我们在线上课程 就是可能没有做的很好的地方 回馈给我们在第二次开课的时候 有改善的比较好 那 就是有前面的种种 就是当然要顺便推销一下就是 我们今年度也有在做一个新的课程叫做鲨鱼之多少 是也是一样是属于海洋的特色课程 那我们未来就是 也是会结合就是 sdgs 的部分 进行摩克斯的开课 例如说哎 我们可能用sdg15气候变迁或是sdg14 保育海洋维护志愿的里面 就是进行我们的课程设计 那当然我们 台北联合大学也有继续开发一些课程 例如我们今年可能会在开发的是APCS 大补贴 然后 藉由四个学校的不同领域 然后共同开发跨域跨界的合作 增加就是我们在四个学校在开放教育的多元性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啊 哦我结束了 我应该没有超时吧 没有 没关系 我们呃其实我们四校 呃我们台北联合大学其实四个学校所促成的啦 好就是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达台湾海连大学 然后台北科技大学跟台北大学 好那接下来其实是呃 他是哪位 换换北科吗 北科好 哦 直接cue你好了 好谢谢 再来分享一下 你在北联北联大里面的状况 好 呃大家有看到我分享的东西吗 你 有 有 好 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呃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我们摩克斯 怎么开始在跨校之间自由行 那一切的缘由 当然就是该 呃宏毅已经有讲了 就是从英文有开始 那我们整个跨校之行 但就是说 是由我们整个台北联合大学 私校一起开始的 那 那 我们私校实职共够的第一门课 其实就是这本 呃 十一柱行英文有 那其实 呃这门课其实也要也先感谢一下 海大一下 因为没有他们就是我们 四个学校 还无法聚合起来这样子对 那可以看到十一柱行这门课就是 可以看到标题那个衣是跟我们 平常的那个穿衣服的衣是不一样的 那这门课当然就是 我们集结了 四校的师资 那我们的内容 但是 会去连结到各校的在地景点 拿公社或是一些文化的 方面的一些内内容这样子 那我们也集结了这样四位老师 那 那其实我觉得这本课很特别就是 就是在于那种很多内容的在地化 就像北大他们就是会去 呃 请呃 本地学生跟外国学生 去北大夜市吃小吃的时候 都会做有一些英文对话 那北一呢 他们还做了一些剑宝的介绍 那海大呢 他们甚至把他们 因为他们是十一柱行的柱嘛 所以他们 在也介绍了基隆的 女后的海洋教育会所 那我们北科呢 附近没什么景点 但是我们就去我们最近的 公共设施就是台北车站 因为我们是做行交通部分 在台北车站我们就 呃 在那边 呃 也是国外的学生跟 本地的学生这样子的对话来做成一个 的教材 那其实这门课其实在 呃 一望成赛身边蛮受欢迎 他目前就是 很多高中生也都把它选为是学课程 然后这个 这门课在我们学校啊 其实也蛮多 受到同学的欢迎 然后其实他们 也很多同学在这门课的时候 他们也都说那 为什么四校一起拍的课程 不能够承承认为学分 那这种 像这件事 这种这样的回馈我们收到很多 那其实我们也去开始去思考说 那 我们私校做的一些教材可以到达什么地步 那我们当然说就是做了 呃 英文有之后 自由度就开始提升吗 那 为什么会提升当然就是 谢谢大家我们就是私校 可以加入一个共享圈这样一个大家庭 那 其实在刚才宏一有讲他我们在很多的 经验分享像影音的产出流程啊 或是课程的推广或是教室的媒合途径就是 其实我们之前北科都是 闷着头自己做 但是 加入到这共享圈之后 其实才想说 原来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不用 嗯 怎么样 可以做的更有效率 那 模克思的资源的应用可以更多的 方向啊 或是说校技的 扩展的轴向可以更多元 这样子 那我就先 从我们模克思的资源应用 那 因为其实跟大家接触之后 其实 也听了很多 其他三校伙伴 分享很多为什么可以做 模克思可以怎么应用啊 那 其实我们学校其实也有一个开始就是说 我们 呃有很多奖学金然后 学生只要修过模克思 然后续写推荐新的 然后就可以 获取奖学金 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模克思的机制 那其实这个机制其实还蛮受欢迎 因为我们奖学金 至少都会达到基本款都5000块 那其实可以看到就其实 呃在这 这么多年来就是有蛮多学生 一直 想要来申请的 那 我们到今年就停止了 因为我们到今年停止是有另外一个原因 等一下会再说 那就说其实我们想要透过看见模克思 当然要让学生能够散用模克思的资源 那 还有就是了解学生对数位自学的意愿跟效果 还有汇集国外 优质的模克思 所以说我们在 后来呢 我们就慢慢 把我们的模克思资源 导入到线上数位教数位学分的应用去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 把学 把国外一些优质课程把它承认为我们的线上数位学分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要感谢北一给我们的很多意见 那我们现在才从109至1开始 所以 目前的修科人数 还有 申请接触还在加强 那纵横一起走的话 其实我们也慢慢众向会从高质端上去扩展 那到进入未来的话 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模克思的共购 还有线上数位学分课程 还有消息选课机制 我们慢慢希望能够台北林大 所做的一些模克思开放资源也好 都可以变成一个学分的课程地图 对这是一个进未来的愿景 谢谢我的报告大使 谢谢 好 谢谢北哥 下来是北一的部分 但是也要让我们更知道 多久 嗯 没有听到你声音 没有声音 好好好 好可以可以 那个我们是在 2022年一起合作工作制作这个人工智慧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在这个 四校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前期的 合作访谈 还有其他的这个准备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真的分析各个四校的这个整个架构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看 开了比较多会在讨论 那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纲嘛 那 可以看到四校有其 专业老师都有这个自己的专业领域 所以我们 重新的去理解每个人的内容之后 我们把北大还有跟北科相关的老师 他其实讲了比较多的 跟人工智慧有关的理论还有演算法 所以我们最后就把这个这个纲要把它叫是这个算是组合起来 然后在海大还有在北一方面上 那我们分别介绍了跟海洋或者是渔业相关的范例 那我们前面说到因为四校各自有可能有发展的一些项目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这个整理这个脉络的时候 我们也稍微去构思一下之后 哦就放到这个国际平台上了 那这门课在2002年那时候开课的时候大约有2900人左右的来注册 其中对于这个人工智慧非常有兴趣的是印度这个国家 那他远远超过了英国本地人的这个选修的这个比例 呃 就是这门课是非英语国家体系出的 所以可能有口音问题 但是他们觉得有一些教材的内容是很受用的 还包括有给了一些蛮有趣的范例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组合 这些课程然后把他们整理之后 呃 甚至能够成功的 放在一个国外的环境里面 让他去 呃 做学习跟这个研究的时候 其实是算有有他的成功的这个方向在 那接下来由我来说明一下就是 我们在把它整理变成一个英语课程的架构的时候 我们在后置这个整理这个架构上 花了什么样子的一些小小小小偏方吗 呃 老师们当然录了影片 他们录了这些这个教材影片 这个就紫色就是他们的影片的部分 那我们除了把他们分成段落之外呢 我们其实在每一个 比如说四个影片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会切入一些 加入一些文献或者是小活动 包括讨论题或者是任何的一些活动 让学员能够真的在他学习的步调的时候 就能够有一些 除了观看影音以外的动作 所以在海外的平台里面 比起 阅读或者是只是看影片本身 他们会更重视的是 我在这门课里面感受到的是什么 我没有一个很愉快的学习体验 所以他说会说到就是 以学习这为导向的设计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把这个 影片完了安拆一些小小问题 哎你觉得刚刚老师讲的这个 几个观点你觉得如何呢 所以我们都会去想很多 构思很多像是这样的教学类型 那接下来举一个范例就是 我们在人工智慧 第一周就讲到说 你觉得人工智慧 会不会取代人力的工作 那这个问题得到了99的 他们就很多学员就是在那边分析说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啊 然后他们就讲了非常多的 他们自己的论点 那甚至有的学员会帮忙回复 其他学员 在其他这个相关领域的课程里面 也有一些专家学者 所以他可能会分享他自己的研究 或者是 线上的论文 所以他们学员彼此之间是会做互动的 因此我们在做讨论题的时候 希望说能够有 没有标准讨答案的 可以讨论的 或者是有国际观点 可以从不同区域 你们国家的这个疫苗是 哪里如何 可以从他自身经验去分享的 甚至于比起 国内用的考题 我们其实用的是讨论题的方式 那这个 这个方式也得到的就是像 其实一个这个comment就是 我们把老师的简报 把答案挖成问题 把答案挖成问题之后 请给他们简报 让他们再去回馈的时候 其实学生是能够从这样子很简单的动作 里面再去做更多的回应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做 国际编排上有一些 算是小偏方的分享 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而已 OK 那再来是台北大学 好 同修 大家好 我是台北大学的韵婷 那 我今天要分享一下我们就是校内 课程的翻转应用 但因为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校内 我们学校校内现在就是 并没有就是做完整的模课 我们还是比较偏就是在校内做推广 然后上次就是搭配实体 课程的小规模 非开放式的线上课程 那就是 他是属于我们学校正规的课程 那里面的部分就是 要有线上课程的部分 要12周的线上课程 以及3到6周的实体课程 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老师 其实他们都还是比较偏于就是 课程测入 但也有老师是用这种合成的部分 那再来是就是我在校内推广 就是这类的线上课程的时候 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像是行政端 法规面 还有老师端 跟学生端的部分 像是行政端 我们也想要找 就是可能在学定 要做线上课程的主题 以及老师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 要该怎么挑选的部分 这个问题 还有老师对于开课的限区不高 那也有可能是用到法规面 老师其实没有任何诱因 想要制作数位课程 因为可能也影响到了老师的 一些中点 时数的问题 那也有一些是老师 他顾及于就是内容 课本的版权问题 所以他们其实不愿意在花时间 就是在制作自己的那个教材 那这是我们在校 我在校内遇到的问题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 跟北联大跨校合作之后 其实我从其他三校就有发现 其他三校的在做做数位 数位课程的时候 他们上面的重点 像是拍摄 我们校内自己拍摄的设备 其实不足的 像是之前 十一住行 还有那个教学时间 其实我们都是去北一 或是北科 就是跟有效界场地去做拍摄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 第一个可以改善的 然后以及在主题的选定 决定 以及内容公通 因为我们以前是 都是老师直接 课程测拍 但我看到前后三校 他们在做 都会做一些主题性的 一些模课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在做线上课程的部分 还有一些智慧产权权的宣导 还有数位教材的讲补助办法 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 我们一定要先跨出第一步 所以我们这一年 就是我们校内 就有先开始做虚拟 摄影棚教室的部分 但是我们这一年 我来到这边 然后开始从一个空教室 然后慢慢做 然后最后 终于有一个虚拟摄影棚 教室可以让老师 就是增加老师来拍摄数位 教材的一个部分 然后老师最后也有成功 就是有可能有拍摄一个demo 带这样子 大家听得到声音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请进去 好像没声音耶 影片的声音 影片的 没关系 那就是影片 影片整个会没声音的 那现在只是demo一下 就是老师可能拍一个demo带 就是终于有老师愿意尝试 就是做数位教材 那我们其实像我们刚刚说 我们上面推SPAF课程 那也是到1092 还真正有老师做 申请这个课程的动作 那我们在这个学期也有做 对学生就修SPAF课程 线上课程的部分 做一个就是问卷调查 那这是我整理出 学生的反馈 像是学生对于学生自制力 还有可以重复学习 这些都是很肯定的 但其实还是有一些 系统上的安排的问题 就是就是我们未来可以克服的 那就是希望 希望北大就是慢慢可以做出 就是真正的摩克斯 还有线上课程 然后像其他三校一起做 就是学习像海大一样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跟上大家 对那就是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有那个任何的那个建议 都可以告诉我 谢谢 好谢谢 谢谢这个这一场思维分享 那因为这个我们联大的部分 我们其实四个学校有不同的 背景然后有这个不同的发展历程 所以今天这一篇其实是主要在分享一下 大家各自发展 跟各自在这路途当中 目前在进行的相似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其他 一些学校们 如果你们在做联合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些这个经验的参考这样子 好 那不知道这边我们的线上 有没有针对这一篇有什么特别想要询问的部分 我这边可以问一下吗 可以可以 请 就是说有关 四个学校在那个学分的抵免的话 你们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共识吗 还是有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去承认吗 这个我要我要代表回答 目前我们没有共同的法规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目前没有共同法规 对那北一这边就是 因为北一已经有数位自学制度了 那这个已经让第三年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制度推广给各个学校 看他们是不是各自的学校去建立同样的制度 那至于说交互的任劣的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数位自学制度 它其实是很弹性可以任任何一门外部的课程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用这样认回学校了 我们基本上希望是这样子 对所以其他的学校看你们要不要特别说一下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未来的规划 北科北科讲一下好了 就是说因为我想比较简单 就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有校计选课机制 其实只要有一个学校 他是用线上课程的 课程开诊课 其实只要用校计选课机制 好像就其他三校就算没有 线上数位学分的法规 应该只要透过这样 还是好像还就可以获得学分 目前想象是这样子 对对对 有那个我有想过 我有想过可以用线上选修的方式 把数位自学塞进去 但是那个还没有成真这样 我只是在想未来可以这样干的 好 对对对我们可以这样 开始说服我们的教务长 对对刚刚有人私赖我说我们线上有一位寿星 据说是谁 哪一位是寿星 海大的仙女 好 来来来这个不好意思啊 我们那个群组们大家 大家真的热情 这个我们海大的这个 有寿星这样子 我们祝福他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 谢谢谢谢 对对对对 国际场合当中祝福你 应该是这个非常 毕生的经验 对对对 我们会发公文到你们需要祝你生日快乐 这样子 千万一定要这样做不要忘记 要发公文吗 好 我们连到还要发公文这样子 真好 你看我们的共 我们的共享圈多多那个 那个欢迎那个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学校 跟学校之间 我知道也有蛮多学校 其实你们这 之间也有这样子的这个 这些联盟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蛮好的 大家可以这样互相成长 对那哎 我们今天其实四篇报告 是到这里结束啦 因为我还是要拉回来一下 对那那个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有那个 大概20分钟的时间 可以给大家在 自由发问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今天的议题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一档 这一档虽然是 这个台湾厂嘛 对 但是其实我们这一场 归类是在 Sustainable的OER 就是这个 如何有持续性的 让这个OER 可以持续下 永续发展下去的 这个议题当中 我们在就是 UNESCO的这一次的 这个 五个 五个 五个主轴当中的 其中一个主轴 我们是在做这一块 所以我们其实讲到蛮多 比如我们用 利用摩克斯的方式来 把这个 OER的精神 持续下去 那我们用很多种方式去推广 我们的摩克斯 那 加强我们校内的运用 这样子 然后那有各种不同的推广模式 我想 今天大家 那还有这个 我们这个 台湾开放式课程联盟 这个 我们的那个 Open Textbook 我觉得这个 其实在过去好几年 这个 推广之下 其实也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开始想想看这一块的 大家 更精进的应用 然后 那这个大概是我今天一个简单的 这个 把这件事情 康库选项 那 这个 建伟的那个 那个 CHABA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CHABA 对 然后 然后每个月到这么多的流量 这样子我也是让人家非常惊艳的这个技术 这样子 这永远都是 每次我听你分享 我就觉得这个 我都 我每次看到一个CHABA 我都觉得我实在没办法对付他 OK 对 我今天终于知道 你那每个月这个流量就是这么大 这样子 你这样子一个月流量是要多少 要看 就是大概 五千块以上 好不好 OK 而且你只是一门 这样两门课对不对 对 如果说 全部的课要打的话 那可能 就是 一两个月 一个月可能会一两万的少 对 光一门课就这么多了 所以你刚刚说过 你有绑 你绑定了五千多个学生 对 但是他 就是以这两门课来讲的话 他推荐的话是 他如果 发往那个课程进度 所以 假如一个课 就像刚刚那两个课 是大概两千个 只有一半个人的话 就是 就一千者 那一个月 一个礼拜 我们不会只有推 就是你的讯息 不会只有一折 因为 他一张课就算一折 然后你的一个 就是 Diagnosis score 或你的一个 就是素材 又算另外一折 所以 一个月可能会推到 一个礼拜可能就会推个 一个人可能就推个 三折 左右 所以 一下就爆了 你要不要 对 所以 如果说 要全校施实下来的话 那个量非常非常可观 对 因为我们自己的话 就是 主动推 如果说是学生 如果你把它做成选担 让学生自己去点的话 那效果 可能没那么好 但是就是 那个流量 因为毕竟就是 有流量才会有不动 就是 这是正相关的 好 那我们就开放那个线上 有没有人大家那个 这个 有 有没有大家想要再询问上次的部分 刚刚之前那个 我们雅俊组长他们的 我们那一篇 我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那一篇其实是在 就是前几年 我们把学校的那个 数位学习的平台的资料 倒出来 然后我们做一个 把资料做清理之后 然后做了一个 就是做一个数字上的统计 然后去看一下趋势 所以他那个数量 其实是还蛮大的 因为我们那是数位学习平台上 对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学生数量跟 课程数量 其实是稍微有点多 这样子 对我们是整个 平台的资料到处来做的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哦 那 其他们 其他老师们 我知道线上我们今天 其实还蛮多 各校来的 的老师们 大家有没有对任何的议题 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法的 大家可以提出来做讨论 那个林主任 林 林教授吗 你声音没有开着 对对 我万副好 不好意思 没开麦克风 我前面没有仔细听 因为一直在接电话 那 不过我是想说这个OER 他 他这个智慧财产权 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讨论过 就是说你教材里面的 这个智慧财产权 有没有这个问题怎么克服 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吗 对 好 智慧财产权部分 要不要那个 我请 那个李大维林老师来讲 可能是最贴切 是 其实就是有智慧权问题 我们才开始推动 Open Textbook Open Textbook 里面的内容 他都是息息授权 所以都是可以在转制 你可以在拍影片 都OK 所以也是 就是三年前 我们很多学校 就受到一些制裁权的控诉 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联盟才开始 来推动这些Open Textbook 所以需要用到这些图片 或者是一些合法的东西 在Open Textbook 他都有写息息授权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但是他资源有限 他无法满足美股 所以谢谢老师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去做这样 可以share 给 freely share 给人家的这个教材 那我们的东西就必须都是 Original的 没错 所以他背后就 潜在有一个 你的制作的时间 还有你制作的费用 所以他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做大 同时你短时间 要把它做大就会有困难 那不晓得这个在推动过程中 这个部分怎么去解决 还是说我们就是 你就是随分随力的去做 这样 这个 自来权 现在在修改当中 他顶多只有说教教书 或是 远距同步上课的时候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要做成影片 那个真的是 要规规矩矩矩的 是是 没错 没错 这个没有 所以这个要投入的资源是 如果你就相当的大 是没错 真的谢谢 大家都很辛苦 这个因为制裁权的部分 其实在国际上 他们大家也都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会做很多的讨论 那Copyright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 为什么大家都开始推OER这件事的 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 因为国外对Copyright它是 可以profitable 就是可以取得财 就是 就是可以赚钱的啦 简单讲 对 所以 所以相对来讲 就是 对于平权 对于平权 倡议的人士来讲 他就会认为说 开放是需要的 不然 我们通通都变成 大家都变成在收费 那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取得这些资源的 所以他就 他就倾向建议 希望大家就是 有能力的人要 要open 有能力的人要open 所以当然 对于有能力的人 当然就是 其实我们资源的投入是一定需要的 这是一定的啦 就是这本来在做这件事情 是我们就要自己有 这样的 这个 就是自己要知道说 这件事是我们该做的 那其实一个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是实体 实际操作的这种课程 比如说 你拍一段实验的影片 或是某一个设备的操作 这个东西拍出来 他基本上就不会有 他就是original的 那不晓得 目前为止 我们 比如说 以我们参与的现在线上的学校 在这方面 像这一类的东西 的课程不知道多不多 那但是说 如果说不多是不是 还有他其他的问题存在 所以做的人不多 这个我觉得 其实可以开放给所有人来讨论 对对对 我就说现在线上所有的学校 对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议题 就是关于实作这件事情 因为在过去 以摩克斯过去的那个内容来讲 比较多是lectual base 比较多一点 但是实验其实渐渐在多 那因为主要是因为 摩克斯他的那个表现的方式 他比较短 所以他的表现方式比较多元 所以大家在课程设计上面 就比较会跳脱一下过去的思考 他会做一些比较短的课程 或比较有趣的内容 而且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类似终身学习 所以大家会 会加些新的东西进来 我觉得这其实可以让这个 其实像海大就做一些很有趣的这个内容 哦 对对对 这个部分我可能没有掌握到好不好 对啊 那你们就做了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啊 那个鲨鱼 教务长 我们不是就做了鲨鱼之多少 就是有趣的内容 那个我还没看到啊 那个我还没看到 我不知道里面在讲 那个刚好今天 10月13才上线 10月13 今天刚好IKEA新闻上线 你们连毛片都不给我看 我怎么会知道 毛片 要给你看就要看正式的啊 怎么看毛片 你要报名课程哦 知不知道 我发现还有个目的啊 就大家来为我们仙女祝贺个生日快乐 这样 刚刚已经祝贺过了 他赶快把片子给我们看这样 好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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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大 我分享一下哈 就是其实几个礼拜前我们化学学会 就针对化学实验 那因为疫情期间到底要怎么样操作化学实验 在讨论 那其实很多其实拍影片他们都有拍影片 然后让大家在自己寝室里面 看影片里面 他可能就是同样一个实验 他用不同的条件 然后拍了三四个影片 然后指定不同的小组去 那最主要是拍影片 尤其是拍实验的影片呢 要拍得好其实很难 你要 如果你看那个YouTube上面 有些影片拍起来其实是模模糊糊 然后不够清楚 所以拍影片最大难度不在那个版权上面 而是你要怎么操作 怎么样调那个角度才是你要呈现 尤其是化学实验 你要看颜色变化的时候 那他们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去做 我记得北英女他们也花不少时间 然后台大他们也花很多时间 海大 我记得海大他们也做一些不错的实验 化学实验 所以对于化学实验来讲 其实除了操作在远端拍以外 我们很很需要是近端 你在那边观察 观察 那怎么样操作这些东西 所以拍实验影片 其实最难的是在抓角度 然后抓适当的 尤其你希望学生看到的东西 那就花不少时间了 我先分享到这里 看看其他学校有经验的来分享一下 像我们只是做一个实验 那时候是做的一个是奈民材料 发光的实验 那个黄立新老师他就花了大概半年时间 就拍那个实验 他从怎么样子那个分镜 然后他要做什么事情 一个一个都做出来 那个影片拍出来效果就很好 所以拍实验真的是有点辛苦 对我看到我们线上好像 我们也有科大 红光科大的好像 我记得你们也有好几个是 比较类似实作的内容 要大家分享一下 要大家分享一下 趁这个机会 对 我觉得拍实验是这样子啦 因为 拍实验是 因为像我们 我们学校也有 因为我们 医学也很多技能性的内容 对 那拍实验就是 呃 第一个演员要演很多次 如果我们是情境剧 他是有剧情的话 就是还是有跟病人互动的部分 他是有剧本的话 那真的是演员要演很多次 对 然后我们要分镜拍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呃 做实验的话 要 如果要一镜到底的话 就是要他非常准确 然后我们那个角度 都要拍得刚刚好 因为 因为可能要腾空拍 你要从上面看 然后手势不能挡到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呃 的确是要花很多工夫 而且先前的那个 准备工作要做很多 对 好 那呃 我简短分享一下 关于就是实作型的 课程拍摄 因为其实呃 在在这个会 参加会议里面 应该有不少 是有做过某课式 相关经验的伙伴 那呃 呃 其实以我们北一的 课程来说 就像刚才万万副 提到的 就是医学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进行实景 拍摄的时候 他的前置作业 是蛮多的 也就是他是一个 非常需要呃 花蛮多时间去进行的 一个拍摄 也就是说你从前期 就像刚才提到 可能是会有分镜 需要绘制 一直到呃 操作员他需要去练 练习这些呃 呃动作 以及你的摄影师 要如何跟这个操作员 在拍摄时呃进行配合 也就是说呃 真的是一个动作 你要拍到 怎么样是适合学生看的 这个角度 他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呃我们一般做一个 可能是十分钟的操作 影片我们可能拍摄 就是一整个上午 maybe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那个其实在制作的成本上 跟需要花费的时间上是呃 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在这一类的课程呃 我们在制作模特斯的比例上 会比较少一些 那除非是呢我们真的非常有特色的 呃一些呃实验啊或者是手术 等等的这一种 我们才会真的去花到这个时间 去进行这个拍摄 这是北异的一些意见这样 分享呃经验的分享啦 对 对所以从从整来讲就是实验要画的成本 更大哈哈哈 实验要画成本更大 可能比那个我们在重新画一张图的成本 还要高 其实海大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我们有开发那个主题式数位教材 就是用一个主题 然后三到呃三个单元 然后每个单元大概5到10分钟这样子 然后让老师自己去拍 就是老师自己拍自己的实验课程 所以他每次只要教三个小单元 就算是成果佼佼 然后他自己慢慢累积累积累积 我们发现有几位老师 他那个化学实验啊 物理啊什么 他已经累积到不少影片了 嗯 如果大家没有能量拍摩克斯是 可以开发一个方案让老师自己去去去去录这样子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蛮这个这个也蛮不错 就是说呃有点像是教师互相分享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现在呃我我顺便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国 呃呃OEG这边就是呃国际这边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呃 是老师或者是机构 initial的或者是一群社群 initial的他们就会做一个content的呃 Aggredator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就是像这样小影片集合区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就是分享就对了 因为他就是分享他就是以分享为主要的主轴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没有说一定说要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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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 紅光有Cue我一下這樣子,我不曉得你們是,你們想要發言嗎,我是歡迎的,沒有問題。 - 如果你們。 - 沒有,沒有,沒有,謝謝,萬存。 - OK, OK,沒有,因為我想說你們也做了蠻多的,可以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心路歷程。 - 好,沒有問題。 - 好,我想,其實雖然說我們時間還有一點點,大概10分鐘左右了,不過我想我們今天的Session也是很謝謝大家的抽空來參加。 - 我們如果大家沒有什麼想要談的議題嗎? - 剛才有把我剛才說的臨床醫學技術的拍攝影片放在我們的聊天區, - 如果有興趣的老師可以去看一下。 - OK。 - 然後就是簡單做個介紹就是,這一支影片是我們的醫生自己演病人,然後真的是被,這支犧牲,然後去戳了那個鼻尾管。 - 她才取得到那個我們合成那個內視鏡的畫面。 - 我們的醫師是非常敬業的。 - 呵呵,這個,所以在拍這個過程其實,呃,我們其實,就是也花了很多心意在跟他們討論這個過程跟腳本這樣。 - 然後其實在畫面裡面看到的,呃,戳鼻尾管的那一個畫面其實是假的。 - 她沒有真的戳,她是演的。 - 呵呵呵,但是內視鏡的那個畫面是真的。 - 對,我們是用那個後視鏡頭來把它合成。 - 內視鏡是真的拿被視鏡去操作。 - 她是真的戳她自己的鼻孔進去拍內視鏡的畫面。 - 對,就是超級犧牲。 - 她們覺得這樣才能夠真實呈現裡面的那個情況這樣。 - 然後再去做相關的一些,呃,鼻腔內的部位的,呃,喉嚨內的部位的一個介紹這樣。 - 對,我們這個有時候會有那個幕後花絮這樣子。 - 好,OK,好,那就,呃,我也很高興這個,我們今天能夠,呃,有這樣的機會,這個, - 讓這個,我們這個,呃,OEG的這個年會有一個中文場。 - 還蠻有,我覺得今天還蠻溫馨的,挺好的。 - 我覺得我們應該以後都可以來,都可以來,有這樣的機會,大家可以聚一聚喔。 - 那,呃,對,然後那個,欸,聊一些這個我們日常的這個,呃,的這個,呃,甘苦談這樣子。 - 對,那順便我們也可以知道一下那個國際的狀況。 - 對,那,那,呃,其實,呃,我順便介紹一下,OEG他們這一個conference, - 其實在,呃,OE Global的Connect,它有一個網站。 - 那這個網站,其實我覺得我們,呃,國內其實也可以,呃,也可以參考一下啦。 - 就是說,呃,它這個,它把所有的event都放在上面。 - 然後它,其實它是一個很大型的,有點像,呃,聊天室這樣子。 - 對,然後,呃,非同步的聊天室。 - 那它會有,呃,它這個是Open Source,我知道。 - 它們自己加的。 - 然後它,但它有一個technical的那個,呃,staff很,蠻厲害的。 - 它就一直在維持這個system。 - 對,那,大家如果有這個account的話,可以進去,呃,玩一玩。 - 那它會有一些像Lobby啊。 - 然後會有很多人在裡面做互動。 - 其實,呃,我們,我順便介紹一下OE Global這個組織。 - 那,呃,這個其實它是,呃,它是一個,呃,它是一個,就是,它是一個,原本叫做OCW嘛。 - 就是Open Courseware。 - 那個Consolution。 - 好,那後來它現在改名叫OE Global。 - 有些後來的這些學校,我們還是介紹一下啦。 - 所以,那個順便幫那個TOCC拉點會員。 - 哈哈哈哈。 - 我知道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呃,學校不是會員。 - 對,那這個,大家可以那個,考慮一下,加入一下。 - 那我覺得OE Global是一個,它其實是一個,它比較像是倡議的 Group。 - 對,那,呃,Open Education跟Open Resource這件事情,他們主要想要倡議的事情。 - 那它現在就是follow那個UNESCO的那個,呃,OER的recommendation這件事情在做吧。 - 好,那因為它已經變成recommendation,就是等於各國都要去follow這樣子。 - 都要有一些做法,所以他們現在是,呃,以這個為主軸來進行推廣跟倡議。 - 那他們有很多project,各國其實都可以提出project。 - 那這個OEG,呃,OEG的conference,它就是每年會有一個,大家集合一下。 - 然後看看今年大家做了什麼。 - 然後大家分享一下。 - 然後各自各國的做法。 - 然後大家就share一下。 - 那我們還是會依照那個recommendation的五個主軸來做這個鋪陳啦。 - 大家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做法。 - 那台灣因為,呃,因為TOCC這個聯盟這個帶動這樣。 - 我們其實有20幾個會員學校啦。 -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在,呃,OEG裡面是蠻有勢力的。 - 所以這個要歡迎,要請大家再多多支持。 - 對,這個我們是少數,呃,這個,呃,國際團體裡面,我們就是,呃,呃,台灣為大眾。 - 台灣的學校為,呃,台灣的機構會員為大眾。 - 對,所以這個也是,希望大家這個,呃,呃,繼續支持這樣子。 - 對,那我們這個,呃,OEG在國際上面還有很多這個,大家在推行的部分。 - 那華語區,這個也是,呃,其實也是蠻重要的啦。 - 覺得在,尤其在創意這個開放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大家思想。 - 我覺得現在台灣在做這個USR,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切入點。 - 所以大家其實齁,如果在寫計劃的話,記得把這些寫進去。 - 如果你有參加TOCEC,你就可以寫USR裡面。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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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哦,這一定要寫進去,這樣子。 - 因為我們就是跟UNESCO會連接,這樣子。 - 然後就USR就會有,那個,呃,Chapter 4。 - 那個,呃,這個,那個,那個,平等的教育,這樣子。 - 這是第四點。 - 但是它還有其他,其實也有很多項。 - 因為我們也有其他,看到其他國家他們也。 - 譬如說他們就是做一個,呃,OER。 - 然後它是做,譬如說乾淨能源。 - 那它其實就符合USR的這個能源那一項。 - 嗯。 - 哦,就是機裡面的能源那一項。 -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發想。 - 再繼續去擴充這樣子。 - 好。 -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到這裡。 - 那感謝大家的參與。 -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 好,那希望大家明年繼續。 - 。